选举刚结束,高票当选中山区六连任的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依旧服务不停歇,无缝接轨 在接获民众反应,施工中的基隆火车站成绩转运站工程 因为连日下雨不断,不但有工地泥沙被雨水冲刷到路面 夜间警示灯光也不足,都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 宋伟丽亲自到现场勘察后,也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要立刻改善 维护民众和用路人的安全 我想这两天,我接获民众的电话也有 我自己个人到现场去巡视的时候 发现到非常多的缺点 第一个就是泥泞,整个工地泥泞因为下雨天 然后流到我们这个路面上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小碎石 莫名其妙的,第二天小碎石一大堆的 好像铺在这个路面上,你要知道基隆的天气是多雨 而且晚上的光线又不是很明亮 那行驶在那个中山一路那边的机车组或者开车的 大家都非常的危险 那再加上警示灯的设备不足 因为都没有按照一定的规定而去设置它的警示标志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应该要去注意的 我想不要因为一个选举而让我们的市政延续的工作停滞掉 宋伟丽强调选举虽然已经结束 但是市政建设不应该因为选完就有停滞的状况 特别是和民众交通安全有关的工程 更应该要谨慎,尽快依照进度继续施作 记者吴俊松,基隆报导